想必大家都知道,朝鲜问题一直在国际社会中备受关注,会当作不稳定民俗的存在 可是频繁挑衅朝鲜的美国韩国却被忽视 他们经常在朝鲜的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给朝鲜带来了极度的不安全感 因此美国韩国应该是朝鲜的敌人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本身上朝鲜与韩国就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 就算再怎么拼得你死我活,归根结底还是一家人 因此朝鲜也并没有把韩国当作自己的死敌 美国虽然自古以来就在不断的制造事端 但并没有真正的出兵占领朝鲜,也算不上是朝鲜的敌人 作为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直言说 其实朝鲜真正的敌人就是他们自己 准确来说就是朝鲜本身的经济状况 在历史的长河中,朝鲜也辉煌过 人均GDP曾经也是韩国的三倍 当然朝鲜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些的 靠的就是苏联和我国的帮助 不过朝鲜战争却让朝鲜直立破碎 本身基础设施就不够完备 三年的战争就更加没啥可用的了 后来在我国与苏联的帮助下 为朝鲜引进了技术专家刑检了大批工厂 开采了许多矿山 朝鲜的工业很快发展起来 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我国政策的调整 朝鲜的外部援助越来越少了 他们也没有及时的改变方法策略 自身长期重视重工业的发展 忽视了轻工业的存在 导致严重的工业失衡 犯了和苏联一样的毛病 经济状况萧条 以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急速下降 出现了很多饥荒 朝鲜经济一落千兆 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生活状态更加糟糕 正所谓经济基础却能上层建筑 这是基本的常识与永恒不变的定义 朝鲜的立国之本 更重要的在于提升自身经济 经济一旦分崩离析 其他的一切更无从缩起 所以朝鲜还是要努力发展自身经济 才是硬道理 好了 本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